我被骗 又再被骗 最新被骗11,000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想和你们分享的就是 我被骗 又再被骗 最新被骗11,000 这个fraudulent就是诈骗 卡诈骗 我也不知道真正的说辞是怎么说 那这一个东西呢 是非常非常多人 重到不要重了的 我自己身边几个朋友 在短短几个月里面 最少已经有超过10个身边的朋友 他们的信用卡都被盗用 所以这个盗用卡的这个问题呢 实在是那么多年以来都存在的 我今年36岁多 我的卡已经被盗用无数次 到我换到我已经放弃人生 然后我只是绑了一张银行卡 而且那个金额我把它压到非常低 我很怕了 因为我之前的那个数额放到比较高的时候 我中fraud是非常非常勾力的 然后过后我就怕到我自己在那边 一招预蛇咬 十年怕草神啊 something later 这个不会怀疑 我今天呢才刚刚知道 我中了10951块63 这个是还没有包括我已经有还了 我一直以来我都一直在还我的卡费 我还卡费的时候 我里面都有多余的钱 其实不应该这样 我是当debit card来用的 所以我就很奇怪 上个月和我说不够钱 我就ok了 我再才几百块我就这样给了 我给了过这个月又和我拿钱 我就在那边挖头了 我都根本没有用这个信用卡几个月了 为什么会有要给钱呢 所以刚才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给银行 我才知道原来我的卡又被盗用了 我这张卡被盗用都没有一年 换了新卡还没有一年 我又被盗用了 所以他是要和我庆祝 啊 谁还一年我就会来骗你了 所以你们被盗用过的 那你们也知道不容易拿回钱 你可以去报警 我非常懒惰啦 所以我没有去报警 其实应该要去报警的吧 我相信很多人也是很懒惰报警 不是因为说警察有没有做东西 而这个才是你真正需要做的 你报了警过后 你可以去bank等等等等 由于现在是MCO 所以我只是纯粹懒惰出去 所以我就没有报警 我就直接打了给我的银行 那我说 诶我的卡又被盗用了 他讲ok 我们只可以check回60天里面的东西 所以在60天里面的呢 可能他们还会推广回给我 如果是正式 不是我本人刷的 但如果60天前的那一笔数目呢 那边又是另外的五位数呢 就我已经拿不回了 因为一直以来 我有多余的那个数额在银行 所以我没有去check 所以我在自己温馨提醒你们一下 如果你们有信用卡 你们的确真的必须要应该 很重要 要讲很多次的必须要应该 必须要应该 必须要应该 每一个月都要自己check下自己的statement 因为我已经不check statement好几年 所以我每次中fraud不是银行打给我 我自己也不懂 我今天为什么会知道我中fraud是因为 我没有可能欠银行钱 所以我才自己奇怪的打了一个电话过去 才自己发现原来我里面的钱已经被倒光了 而且我被倒得很白目 全部都是放在Facebook的东西 也不是网购 我身边的朋友就做网购买东西 我的全部是中Facebook里面的 我妹妹也是中过 她的卡也是刚刚这几个月里面中到用 也是在Facebook里面 Facebook的billings来的 我们也不懂Facebook什么billings 他只是一直写很多不同的东西 然后是Facebook的东西 而我们两个其实都没有在Facebook打广告 也没有在Facebook买东西 或者做任何的东西 所以你们如果有被倒用卡的话 真的要非常非常小心 你第一要做的 先打去cancel掉你的卡 他会replace那个新卡给你 第二要做的你要和他讲 哪一个东西不是你刷的 你必须非常清楚 如果你觉得你乖眼心猛 是非常忙 你不记得的话 你自己都对自己的人生 自己的出入的这些钱 都不关心的话 那人家怎么帮你的 所以第二要做的是 把你的statement print了出来 print了出来过后呢 就对对自己statement 哪一个是你自己本人有刷 哪一个不是你刷的 然后在报告上去给你的银行 他们只可以协助你60天里面的transaction 那当他们和你对了过后呢 他会给你一个非常长的很多数字的号码的一个report number 你要把report number收起来 他可能最少要拿45天到可能上两个月三个月来帮你查询 可能拿得回 可能拿不回 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公平的一个现象 就算我们多小心 要被盗用卡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来的 除非你是没有信用卡的 所以有信用卡的朋友们呢 你们小心绑定你的信用卡 或者你们有在网上一直网购的 需要写非常多你们信用卡的资料的 你们真的要非常小心 因为我活到36岁 我已经被盗用无数次了 而我是不会网购 我是不懂得网购的人 尤其是mco这一两年 我grad food全部都是黑哥 就是我老公 他去用touch and go啊 这一些付钱的方式来做的 所以我们根本没有用到信用卡 所以我这次被盗用几万块呢 是蛮心痛 也是因为我自己没有负到责任 去查询我自己的credit card的statement 然后很多人呢 当他们拿到自己的credit card的时候 他们很喜欢就把自己的卡拿着来拍照啊 或者拍了放在自己的电话等等 那有时候你们的电话是很容易解锁的 你们把它放在桌子上 可能人家去看你照片的时候看到 那他们也会利用你卡的资料 自己去刷自己想买的东西 自己想付款的东西 可能他们也是你身边的人 所以如果你们有credit card的人呢 真的温馨叮咛 千万不要把这些资料给泄露出去 不要前后的拍你的卡 放在自己的电话里面 以免你身边的人可以拿来做坏事哦 然后还有就是你们拿到卡的朋友们 如果你们非常的开心 也千万不要把它放上网 因为你放上网呢 相关人士 有心人士是非常容易可以索取你的资料 然后盗用你的卡 那也是那一句 如果你不好踩 你真的纯粹是不好踩 因为姐姐从来不绑定卡 我也没有乱乱用我的卡 只是因为我每天出国 所以我真的必须要有credit card在身边 因为我很多一出国 我就出三个星期一个月 我不能够带超过 certain美金的数额出国 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就用credit card方便 因为外国很多都是pay wave 所以pay wave的也是非常危险 因为人家就可以 在你pay wave的时候 我看很多影片 他们走过就可以偷资料 因为的确是有出这样的device 来偷取你的资料的 所以现在科技发达 但是科技发达同时呢 人民也是头脑发达 尤其是骗子 他们什么都可以想得出来做的 所以你们要非常非常非常的小心 那如果你们已经非常小心的 朋友们呢 那你和我一样 纯粹是不好踩 被盗用了几万块 这样的话 上天是懂的 所以你今天这样来偷人家的东西 你这样来骗人家的东西 有一天你一定要还的 那我们被骗的受害者 没有的怨人 没有的怨天怨地 只可以说自己不好踩咯 那只可以采取 我们应该采取的行动 就是打电话给银行 把那个卡斩掉 然后换一张新的卡 然后呢那些钱财遗失了 你健康还有在的话 那我们努力一点 把钱给找回来咯 因为在这个时候 你要诅咒任何人啊 怨天怨地 其实也是无补于事 所以你们不好踩的朋友 我们一起加油吧 那你们比较好踩的骗子呢 我希望你们不要再偷那么多平民百姓的钱 因为每个人MCO已经非常非常可怜了 那疫情期间 希望你们好好的待在家 我们一起健康最重要 有健康的一天都可以找回来的 我们一起加油 拜拜 拜拜